拆快递了 这个鸭子每天那样抓不方便 搞了个鸭笼过来 这样省事一点 鸭子天气热也不容易 闷死 用带子抓其他东西抓怕它闷死 搞笼子也方便 反正以后也会用得到对吧 看下这笼子怎么样子 第一次买 来拼鸡木了 快点来拼鸡木 你们不是最爱拼鸡木吗 要拼鸡木 这不是鸡木 这不是鸡木吗 这是鸡木 不是鸡木吗 这鸡木是最好奇怪的 这么好剪的还有你的 你被女儿子鄙视了 那你把它拼出来 别平反了 平反了我就挨揍 我跟你讲 我看你鸡不简单 平反了 平反了 高反了 谁呀 这个 倒过来 说了你别平反 别平反 别平反 你别拿拿错了 拿错了你完蛋了 没拿错 冲个队上了 按了 按了 按不进 还不缺点鸡 可以了 这样拼好了一个 挺简单的 挺简单的 按不进去 按不进去 这样子抓鸭子就方便多了 可能一只只绑脚啊 这个不日子 ok 走抓鸭子去 终于下雨了哈 这个四十度的高温 天天那么高温天那么高温 差点中暑 这个天气爽 嗯 偶尔下场雨 哇这人感觉就神清气爽了 睡下这笼子 好 抓鸭子好不好用 兴致冲冲的跑了一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只鸭子 两只鸡 这样鸡要不抓回去 天天吃我家玉米 咋搞 不管 先搞八只 就先搞八只 进去 下雨天装鸭子 啊 这应该要洗个澡 这应该要洗个澡 啊 兄弟们突然发一个好大的问题 我鹅呢 没看到鹅 这几天天啊 这几天天啊 喝了个八只鸭子 这个八只鸭子搞多了一点 没注意看鹅在不在 你前天来没看吗 没看 鹅不知道哪去了 刮这么久的鸭 赶紧捣一下 赶紧捣一下 完了 够了鹅 不怎么搞 跑上来了 班人 你或者是我 有你 这个死鸭子 都不想这么说 那群绝对是我的 鸭子包括鹅 那群都是我的 我说怎么今天看一下 这个鸭子少了一大半的一样 又跑上来了 怎么搞 走这鹅 它是群鸭 因为这个鹅 鸭都会是分群的 不熟悉的鸭子 跟它差不多在一起 要搞的话呢 就这样子搞起来 不搞起来的话呢 以后都分在一起 就没话搞了 看不起来 鸭子是分不清楚 鹅是分得清楚 我也不知道鸭子有多少 刚刚有这个鸭子 所以摆来的鸭子 在下面呢 先去数一下 看看大概 看看还有多少笔鸭子 那么连夜偏风陋雨啥说的 不露偏风连夜雨 这多多人看了 好几只 两只 抓鸭剂变成了探险剂 这种抓鸭子 这些鸭子看着爬上去 好你们就看不到了 伸手矫健 真的跟一样一样 嘿 真不管的 这个被压吸耍一下 拿着到这个东西会不会这样开呀 怪我没有及时摁过它 哈哈 后面干啥 好 大概数一下哈 不及吧 从这里多数个 啊 等于属于是 做很精细 但是差不多 不差不多了 走到一百三十六指 下面没有 再重新数一下 就散开一点好数 数了几遍哈 鸭子的话呢 就是一百二三 就算一百三 自己抓了五十八只 取一百八十八 我两百的鸭子都没有啊 哈哈 这个不用讲哈 我知道 这个又上去了几十只 自己鸭子 我不用讲 从头到尾 死了多少 包括不说别的 啊 两百四十只一定要有的 看看到时候怎么说 要不就是说到时候直接数 数了再玩 再再再来搞 回家